我得换好衣服 这个衣服现在不行 行 换好吧 好 就穿点鲜鲜的外套 换完了 大哥 换完了 这个衣服 不鲜鲜 鲜老 这个 我这个 像这个鲜鲜的好点 这个 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大哥是不是不适合穿红色系的衣服 对 我脸红 对啊 我是四皇面 你们有别的颜色的衬衫吗 来 看看这个 这个好多了 这个好多了 这个行 衬衬比那个好 这比那个好 因为你这个脸色红 你不适合穿红色的衣服 我觉得你这个吧 是不是啊 你问问这个 我们这几个小伙 觉得这个咋样 是不是这个衬衫挺抬人的 对 这个是靠 记上好 不记上好 记上好吧 记上好 厉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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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非常完美 听说要见面 田大哥开始捣扎自己 又是选衣服 又是搭配的 接着他又提出 不能空着手去女方家 要带点礼物 去过不能空手啊 这就拿几双袜子 拿几双袜子 哎呀 拿几双袜子 哎呀 不知道他像是哪样 多大那样 哎呀 哎呀 拿几双袜子呀 这事先准备好了 嗯 哈 你儿子开袜场的 咱俩有这条件是不是 对 现在做好这件衣服 他出来 啊 对 行 送袜子 这那个能代表啥呢 有啥寓意啊 这个是什么 过年的话有的 说软眼型 这是软角 啊 是 冬天的话 你的脚别着凉 对啊 礼清情一众啊 田大哥挑选了半天 终于满意了 于是两个人捡了面 哎 田吴大哥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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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那个 互相介绍一下啊 嗯 我姓田 叫田西成 我姓罗 我叫罗玉兰 老头身体挺好 身体挺好 进一步就看出来了 来 大哥给他姐带东西 给你拿几双袜子 哎呀 谢谢 你只要为啥给你拿袜子 他人家开袜场的 家里特产 哦 大哥这个送袜子 还有一套说辞 咋说的 谢谢啊 这就简单的 瓜子不包暖心吧 挺爱意 先谢谢啊 不客气 表示谢谢 表示谢谢 爷儿挺好 挺满意 就是一瞅着 富台的 一看那样 老头身体上状况 啥都不行 还瞅着还行 咋还行呢 就起码说 不是那些人挺尴尬的 也是挺实在的 其实感觉他挺会来事 出自见面多会来事 管他干啥的 就像挺暖心的 我这是可以 你就还会